学佛 怎么个学法 我对于老师 张家大师很佩服 这么复杂的问题 他这两句话就给我解答了 我年轻 刚刚接触到佛法 方老师介绍的 给我讲了个单元 佛经哲学 这学该论最后的一个单元 讲到佛经 这学里就叫高等哲学 我们才知道有这么回事 原先是真天大的误会 把佛教看成迷信 认为它是宗教 从来就没有念头去碰一碰它 我这样认识的 知道这个东西好 老师又告诉我 学佛是人生最高的象征 我这一辈子感恩 要不是老师教导我 我搞清楚搞明白了 那我这一生活得很辛苦 哪有这么快乐 这一生 环境是很辛苦 发喜充满了 老师讲的话 在我身上兑现了 人生最高的象征 当年我出家的时候 没有人原谅我 都说我学佛迷得太深了 怎么去做和尚去了 实际上大家 不知道和尚两个字的意思 和尚最高的 世间法里的最高的 不知道 不想在这两个字的意思 这两个字是反文 意思是 亲教师 亲自指导我的老师 才称和尚 跟法师不一样 像我们学校 学校很多班级 很多老师 直接教我的 才称和尚 不是直接教我的 都称一般惩罚死 有差别的 和尚不能随便称 称点 主持教化的人 称和尚 在一个寺院里 寺院是学校 和尚是校长 只有他一个人称和尚 别人不能称 他主持教育 教育政策 掌握在他手上 阿赛黎是教授 是执行教学的 四月里面 三个刚临之士 跟一天大学一样 围诺训导长 管训导的 建议院总务长 你看现在大学不是这样吗 有教务 教务是手作 管教学的 管职训导的 管总务的 组织完全相同 只是名称不一样 佛教里都是用印度的名字 它是学校 所以 讲经教训 研究 讨论 就是学习之后的 心得 分享 学生上台做报告 同学们都参加 老师最后做印证 这是 这是扩堂的 作业 这是 佛陀教育的 正业 我们说 不正业 正业 正业就是 教学 讲经 教学 分享 现在这三个都没有了 正业没有了 正业没有了 现在是金灿佛寺 变成正业了 金灿佛寺 到底从哪里来的 怎么这么厉害 把佛陀的正业取而代之 我年轻的时候 就有这个问题 那时有一个老和尚 要对我很爱护 对我们年轻人 很照顾 提拔 给我们机会 道安法师 这个老法师 慈悲 没有基督性 很难得 没有好高无缘 就他实体 老老实实 高佛陀教育 我想他让人家请教 他告诉我 这一桩事情的兴起 应该是在唐明皇 唐明皇 大家都知道 为了崇爱 杨贵妃 几乎把江山都丢掉 安禄山造反 势力很大 幸亏 幸亏 郭子义这般将军 把这个叛变 平凡 平凡了 平凡之后 明皇 也很惭愧 也很慈悲 那个时候 是中国佛教 最兴旺的时候 所以他就在 每一个战场 建一个寺院 就像忠烈词一样 建一个寺院 超度死难的军民 都叫做开元寺 大陆上开元寺很多 就是开元年建建的 唐明皇建的 像现在的忠烈词一样 建了很多国 这个带头了 皇上这些带头 民间老人过世 也请侯尚来 主法 来祈祷 来超度 在那个时候 是负业 负带的 一般常人 太想不到 国家提倡的 那些大负责者 做大观的 发大财的这些人 他们请法死 做一个小心的超度法会 这么来的 应该是这样形成 就在一些很少 大规模的一年一两次 不是平常都有的 那么这个流传到现在的时候 到明清 特别是清常磨灵 超度的时候越来越多 人民越慢慢富起来了 他们以前他做不起福祀 要花钱的 福祀不是义务的 那现在就一般 死愿出家人 靠这个生活 主要收入 为什么不讲经 讲经没人供养 讲经是要贴钱的 金灿佛寺是赚钱的 所以金灿佛寺在今天 变成主流了 变成真业了 讲经说法就变成负业了 现在连负业已经没有了 看不到了 那如何恢复真业 这一点很重要 现在讲经佛学院 还有大学 大学里都有派 经典做过程 多半在哲学系 都把它当作一种学术 来研究 阿 祢 陀佛 阿 祢 陀佛 阿 祢 陀佛